我們如果說以那個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後面假如說我要抓的 不是只有倫語這麼少 我希望抓的資料稍微多一點點 但是我就Google搜尋一下洪洪夢 我發現有個網站好像還不錯 不是網站我不確定說將來還會 希望它能夠存在久一點 因為有些網站好像一段時間之後就消失了 所以像我以前也蠻擔心說資料不見 就是這個網站突然消失 所以我以前會做一些事情就是 把他的網站整個資料全部先爬下來備份 這好像也蠻有用的 只是說還是要寫一些爬蟲的程式 只是說因為程式對各位來說 就是相對的困難度 所以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今天我希望本週熱門小說 洪洪夢排第一名,第二名水浮傳 第三名是西遊記 其他有像史記,史記上面其實也有 你會發現這個網站其實還蠻多的資料的 那其中的話我們以洪洪夢當成練習 那其中的話你可以看到總共洪洪夢一百二十回 那如果說我今天假如說要拿一回下來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你點選第一回之後 它這邊其實除了說網頁之外 當然你可以從網頁複製貼到像剛剛一樣記事本 把它存檔,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的話你會發現它這邊其實也有一個什麼 TXT全文 那什麼叫TXT全文 實際上就是文字檔 也就是說你如果說要看到全文的話 其實也可以把這個點選 它會跳它的那個TXT的檔案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個網頁很奇妙的 Chrome瀏覽器打開它的UT8就是亂碼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需要亂碼的話 有一個方法你可以把它按右鍵 你會發現如果你要把它變成文字檔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在這個連結上面按右鍵 然後把它另存一下 比如說這個地方把它先按右鍵另存一下 比如這個檔 檔名它是A1 我把它存在哪裡?存在桌面上好了 OK,把它儲存 然後其他有沒有什麼選?沒有 OK,那你會發現這個檔就把它下載了 那我把它點選開啟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在記事本裡面開是OK的 另外的話你可以把它另存新檔一下 你會發現它的編碼方式 那是UTF8 OK 可是問題來了 現在只下載一個 那如果有120個的話 其實不是要另外下載120個 或者是你要複製貼124 其實都不是好方法 所以接下來 當然如果我們已經下載第一回 我要拿這個 來練習剛剛的文字雲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你就是打開文字雲 然後去把這個資料把它返回 然後把它瀏覽一下 其實也可以把這個資料A1 把它放上去 然後按開始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時候就出現了 哪個字最多? 哇,四隱 四隱是什麼? 是一個詞嗎? 還是 可能要再 你們再找找看好了 那其他的話什麼? 雨春 稻人 校道 石頭 OK 等等的這些詞 那當然 如果說我今天 那你們可以再查一下 這個是不是一個詞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修正一下 那假如說啦 今天我們已經抓到第一回 可是如果其他回怎麼做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會需要 用到所謂的爬蟲的程式 那今天的話 比較難的部分 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寫這個 所謂的python的爬蟲程式的話 我們需要一個環境 那你想說老師 那是不是要裝一些什麼樣的軟體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不需要 你只要開啟 雲端 Google的雲端硬碟 其實裡面呢 就已經幫你把 python的開發程式 加到裡面來了 在哪裡 各位講 新增有沒有 更多 你們找一下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沒有 我這邊已經有 已經裝了 這個地方呢 假如你有一個 更多裡面 有一個叫 Google的 這個什麼 簡稱叫 collab OK 有一個collab的話 那表示你就已經有了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沒有 因為如果你之前 沒有寫過python程式的話 那可是這個怎麼裝 怎麼要讓它產生 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雲端硬碟 它具備有那個擴充功能 所以如果你假設沒有看到那個collab的話 你可以到哪裡呢 最下方 找到那個更多裡面 把這個卷軸往下拉 拉到連結更多應用程式的地方 然後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可以再輸入那個collab的名稱 collab就是 colab就會出現了 那你連結更多的時候 你就在這邊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什麼 collab 大概就記 colab OK 它就出來了 就這個全名 就這一個 然後呢 就會出現collab 那因為我已經安裝 所以它會顯示已安裝 但是如果你沒裝過的話 你就直接什麼 點選 旁邊應該有個安裝吧 有個安裝這個套件 那就安裝上去之後的話 那下一次呢 你就可以在這邊新增的地方 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collab了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collab 來寫東西了 那首先的話 我們先練習 我們剛剛是直接用那個 另存新檔去抓第一回 可是呢 如果今天呢 我換個方式 我如果今天要用collab 就是python的程式 寫一個爬蟲 去把第一回先抓下來 那該怎麼做 OK 那你想說 抓第一回 那如果我要抓全部呢 很簡單 就是在程式裡面 再加個回圈 回圈告訴他說 我要第一回到第120回 他就會瞬間 幫你把所有的這個 文字檔全部下載 串在一起 然後呢幫你存檔 只是要怎麼做 跟各位預告一下 因為這個當然也有點難度 只是我想了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以前光講python的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修過程式的課 如果有python的課的話 最少都是好幾個學期都在講python 如果你有同學是資訊相關科系的話 你問他一下 可能要花很多 所以我就想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環境的話我們雲端上有 你就直接把它打開 所以待會請各位先把這個開一下 那再來的話它會出現 我先取消一下 我把它寫在哪裡 寫在這裡好了 因為我是在 當然如果說你想要新增程式的話 你就找一個資料夾去放它 我是放這邊好了 把它新增一下 那如果你把它裝好之後的話 你可以再把這個collab打開 他問你說要不要共用 你就把它建立並共用好了 OK 那將來他會幫你存在 你現在指定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所以待會應該會在這邊出現 那我要寫一支程式 什麼樣的程式呢 就是幫我爬取剛剛的第一回 第一回怎麼爬 我剛剛講了 你們待會找一下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範本 位置在哪裡 這個就是剛剛等一下做的畫面 在那個什麼呢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六頁的地方 其實程式就是這幾行 總共有二、四、六、八行 第一回就下來了 OK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你也不用太擔心 反正你看得懂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知道改哪裡 以後的話套用一下 你就可以去爬取網路上面的所有文章了 OK 所以其實爬從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的複雜 只是你可能還是要稍微懂一下 程式語言裡面的一些重點 那知道說哪邊可以改 哪邊不能改 OK 不能改你不要改 可以改你就改成你要的那個參數 這樣子就OK了 所以待會請各位 把什麼呢 把這邊 這個第六頁的地方 這一段 程式碼 把它複製一下 總共八行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剛剛的這個 Colab的程式裡面 直接貼到這邊來就OK了 好 那跟各位講一下 前面幾行不要動 前面這幾行 第一行的話實際上就是匯入一個套件 叫做這個Request Request實際上就有點像是 就是看不到瀏覽器 也就是說利用它 後面有一個方法叫Get Get後面的話就是給它一個 一個什麼呢 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你會發現雙型號裡面 就放什麼 其實這個網址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從第一回這邊有一個 TXT的全文 我是按右鍵 剛剛是另存的 我把它改成就是 複製連結網址 意思就是說 我不是存檔 我是找到這個連結 它的網址在哪裡 我把它複製 那我再來就貼哪裡呢 貼到Get 這個瓜糊雙型號裡面 然後把它貼上 就這一串 也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另存新檔的時候 是存一個檔 但是我如果用Request.get 直接就抓那個檔下來 抓到哪裡呢 其實就抓到前面這個地方 HTML這個物件裡面 所以這個等號意思說 把後面的東西 幫我放到前面這個HTML裡面 那底下這一行 應該看得懂吧 這個抓下來的東西的編碼方式 是UT8 OK 然後再來 底下這三行是存檔 所以這兩行 應該是 這兩行是抓網路資料 這三行呢 是存檔 OK 所以抓跟存而已 OK 抓下來 存檔 那只是差別是說 剛剛是用滑鼠鍵盤去操作 那現在的話呢 變成用程式操作 所以喔 Python其實就是說 把以前你滑鼠鍵盤的動作 全部通通都用程式來完成 所以喔 也就是說啦 其實程式有個好處 就是人可以喔 從電腦前面解放出來 也就是你不用一直在那邊滑鼠鍵盤 點點點點點有沒有 點來點去的動作喔 那就全部可以變成一串的程式 差別在這裡而已啦 所以如果說你會寫程式的 說真的 還是會想說 透過程式來完成 我把它放大一點點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一串就是剛剛的那個 第一個單元 就是第一回啦 然後存檔的編碼方式 是UTL8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存檔 存檔的話 給它一個檔名 檔名部分的話 就是紅蘿夢01好了 這個名稱我自己取的 然後 W就是Write的一個簡稱 寫到這個檔 那寫什麼呢 寫我們這個HTML 物件裡面有一個屬性 叫做TEXT 也就是說 這個網頁裡面的所有文件 名字通通幫我寫到這個檔案裡面 最後呢 就把它關掉 Close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就存檔完成 底下這三行 好 那最後你想說 那我要怎麼樣確定說 我可以把這件事情完成 很簡單 記得喔 你Collab 裝上去之後 開一個空白的Collab之後 然後把那個程式貼上 其實裡面應該不用改啦 你要改的話 頂多是說 你可以把第一回改成第二回抓到看 這邊的話就紅蘿夢02 然後呢 最後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很簡單 請各位看到這個左上角 有一個就是執行程式的一個按鍵 你把它按下去 它就會幫你把這邊的程式全部run過 有沒有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個執行之後 你會看到喔 它就會連到這個網址裡面 把這一個檔案抓下來 並且幫你存成紅蘿夢01.tst OK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你可以看這個圖 它會在 不過特別注意 第一次的話 它要有一個權限 因為它會把抓下來的東西存在你的雲端 所以你要跟它講說 喔可以啦 你幫我存進來 沒問題 然後呢 給它選擇帳號 我的帳號 OK 那你們就存在你們自己的帳號 不過前提記得 一定要先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然後允許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幫我把它轉轉轉轉轉 抓下來之後 就把它直接存在我的雲端裡面了 OK 那有的時候可能會花一點時間 那同樣的啦 如果你有120回的話 反正它一直轉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OK 你可以看到它已經完成了 打勾了有沒有 39秒 OK 那如果說我要找到那個檔案的話 請你找到這邊有一個什麼檔案有沒有 在應該是左邊的中間的位置 那我怎麼知道它放哪裡啦 你打開之後應該可以看到 紅樓夢遺言在這裡 那你如果要看的話 幾個方法 點兩下它好像旁邊顯示 不過一般我習慣是旁邊的箭頭 點一下 然後按一下下載 它就會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你把它打開 基本上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有沒有 紅樓夢的第一回就出現了 但是現在只有第一回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第二回怎麼做 很簡單嘛 其實理論上 我猜應該A1是第一回 那A2應該是第二回 如果沒猜錯的話 看一下 第一回 然後第二回的話 應該就是A2吧 如果沒問題的話 這邊把它複製我貼到這邊看看 這邊應該變A2 所以如果你要第二回的話 那這邊可以把它改成2 然後這邊改成2 不就可以抓第二回 那第三回呢 意思類推 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這樣不就120回 我還是要改124啊 可是比你Ctrl-C,Ctrl-V快吧 OK 但是你想說 老師它沒快多少 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跟各位講 有 待會跟各位講 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可以在程式裡面加一個回圈 把抓下來的每一回的資料 串在一起之後再存檔 不就OK了嗎 可是要怎麼做 我們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可能環境稍微複雜一點點 最後這個 也許你可以把它改一個吧 這個名稱的話 也許就是它的那個 它的這個Python的名稱有沒有 其實就是 預設好像是沒有命名 我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叫紅樓夢01好了 然後它的副檔名 好像叫.ipymb Enter一下 那我們就完成第一個練習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切一下 好